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利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昨天的视频回答了我们是否可以在Unity中使用Unity的素材 很快就有小伯发现的盲点 就是我们能否在Unity中使用Unity的素材呢 今天视频我就来水一下不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注意到昨天的视频中我没有给出太多Unity的官方解释 因为Unity官方只有一些条款 我觉得放出来大家也不是特别好理解 所以直接把这些信息汇总和解析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但是和Unity不同的是Unity商城对自家的素材能否在其他游戏引擎中使用 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只要不是Epic Games创建的素材 那么都是可以在其他引擎中使用的 唯一不能做的就是通过修改素材然后放到商城里面来售卖 其实这一点在Unity中也是一样的 昨天有人问是否可以修改Unity中的素材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修改完之后作为一个新的素材 在商店里面上架 道理很简单 这样做就是明显的不讲武德了 我留意到官方网站的英文和中文版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中文的部分有提到一些额外的内容 请确保住民出处并支付可能产生任何版税 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中文里面会有这个要求 因为在英文版的解释里面是完全没有提到要住民出处和支付可能产生的版税的 我在国外的技术论坛里面也没有看到过任何和这个要求有关的讨论 所以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搞不懂为什么中文的版本要加细 其次就是Unity中的资源大部分都是特定的格式 如果想拿到其他游戏引擎中使用 需要有一个格式转换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可能不是那么的顺滑 你可能会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 要我说现在Unity和Unreal都已经很成熟了 可以提供给两者使用的素材和资源也非常丰富 最好就是在各自的平台找到合适的资源来创建游戏 可以节省一些精力 这里稍微提一下对于官方的素材Unity和Unreal不太一样 在Unity中官方的素材一般都是可以商用的 偶尔有例外 但是都会在描述中说明 例如The Heretic Digital Human这个资源是由Unity创建的 资源描述里面提到 The Digital Character in this package is provided under a restricted license for educational and non-commercial use only and attribution to the Unity is required 就说这个资源只能作为教育用途而不能商用 每次我做完一个介绍素材和资源的视频 底下总会有人给我留言问这些出现频率比较高的问题 希望昨天和今天的视频可以让大家对Unity和Unreal下面的 素材使用有更多的了解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和游戏开发相关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一键三连 这样你就可以错过了下个视频更新 我是利哥 我们下次再见 서 suggestion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د